HELLO, 大家好, 又我是Roman 6月1號, 阿呂就去了加拿大 去開展她的新的生活 在我這個退休移民系列 我都經常強調 阿呂的動向是我移居於英計劃的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我退休之後 有些計劃我要做 包括去台灣、日本、韓國 因為現在疫情問題還未開放給自由行 所以這部分計劃都要推遲 加上退休之後 都想跟太太去某些國家去旅遊 先過去英國 因為回來還要在酒店隔離七天 太太不願意 所以暫時這個計劃都未實施 由去年年尾到現在 大半年都在香港沒有動 估計可能要下半年才會實現這些計劃 其實將整個移英計劃的時間表 近似一年 我跟其他人士不同的 有些人去英國其實比較急 因為她可能是她的子女的教育 可能是爭取子女入大學之前三年過去 如果不然大學的學費很貴的 有些人可能是特別年輕一點 可能過去盡快適應盡快找到工作 但對我來說 因為我退休之後 其實就是不需要考慮子女的教育和工作機會 所以我就可以慢一點過去 還有看香港未來一兩年 其實那個政治環境都不會有太大變化的 最多是在香港再忍一年左右 如果是去英國 估計都是夏年年中的時候 我在第九集其實都有講過 可以透過子女去加拿大退休移民 其實就是一天阿女就用了這個所謂的 加拿大的救生艇計劃 拿了三年的Open Work Permit 前兩天過去了 基本上就其實我可以講解一下 如果通過子女去移居加拿大幾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子女當然要她同意 要去申請一個Open Work Permit 如果是子女現在在加拿大讀書 其實就可以通過同一個計劃 可以申請永久居留 申請永久居民 接著五至三年就可以入籍 如果是申請父母去團聚移民 其實就不是說你變成永久居民 就是申請她都有些條件 估計都要五年至五六年才有資格申請 因為主要是她要看你三年的財務 就是她報稅的資料 而且每年的收入是要超過某個金額 才是符合要求的 如果是在這段期間 其實就是如果是幫符合資格 幫父母申請一個團聚移民去加拿大的話 其實這段時間可以申請一個叫Super Visa 暫時去加拿大 可以在加拿大先住 或者是一段時間去加拿大 一段時間可以在自己香港或者英國居留 什麼叫加拿大的救星艇計劃呢 其實就是2021年去年 加拿大移民局推出一個計劃 就是吸引一些香港的人留在加拿大 包括在讀書或者想去加拿大工作的香港年輕人 因為當時就在英國推出BLO的救援 但有些是97年之後出生的 她是沒有了BLO的資格的 如果是畢業出來工作 就不可以用BNO去英國 所以加拿大推出一個救星艇計劃 其實它是分開兩組的 Stream A就是為讀書 已經在加拿大畢業 可以直接申請永久居留 第二組就是工作方面 就是擁有一定的工作經驗和學歷 譬如是她認可的大學 或者是大專兩年的大專畢畢業 或者是大學畢業五年內畢業 那就可以申請一個三年的Open Work Permit 工作了一年之後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 剛才說了 Stream A就是讀書移民 叫做讀書移民 基本上就是必須在過去三年完成加拿大專上課程 比如學士學位 兩年制的盟憑 或者是一年的研究生 那研究生其實就是 是MASTER這些 這些PHA等 但是這個是一定要學士或是文憑科程 在五年之內拿到的 即是說不可以說十年前我讀完學士 今年去讀一年MASTER 基本上一定要是五年之內 學士或者是畢業再讀研究生 研究課程 即是MASTER才可以算符合資格的 工作移民方面就剛才說了 就是申請了一個Open Work Permit 三年的Open Work Permit 在三年之內累積了一年的工作經驗 或者是1560小時兼職業 經驗都可以申請永久居民 當然這些申請人要在五年之內 在加拿大或者海外的指定專上教育課程 包括有些學士學位 學士學位、年製文憑、研究生等等 這些基本上跟剛才讀書二 其實要求差不多 接著就是你符合資格 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 永久居留基本上是在網上申請的 有工作、學歷、語言能力的合格證明就可以了 申請費是一千來五十元加元 申請永久居民其實就 不是即時可以申請父母過去的 因為他都要求你一些經濟上的條件 稍後我們再詳細和大家分享 其實申請永久居民很簡單 我看他的女兒一晚就搞定了 包括是付費用 好像是一百五十五元加支的這個費用 其實他已經豁免了一些費用 不然可能要成千元加支費用 今次申請這個Open Work Permit 其實就是豁免了一些某些費用 只需要一百五十五元加支 還有學歷的副本 特區護照或者標護照的副本 工作經驗的副本 譬如前途僱主給你的offense letter 或者現時僱主給的工作證明 都沒有問題的 還有一幅相 還有Family Information Form 就是你家庭人士的Decoration Form 其實都是很standard的 上傳了上去 基本上是大概一... 其實兩個月之內都一定能批下來 除非這些文件是不正確的 以我女兒的各個情況 差不多一個月左右 就收到她的Confirmation 已經是Approve了 拿著這個Confirmation 你去加拿大入境的時候 就給Immigration看 他就會給你一張Work Permit的Servic Key 然後拿著這張Servic Key 基本上就可以在當地找工作了 不需要僱主幫你申請Work Permit 之後才可以的 基本上方便很多 其實這個救生艇計劃有什麼限制呢? 其實在年齡上是沒有限制的 就是說 所以我坊間也看到有些... 譬如是... 教育... 教育... 基本上就... 我看到很多中年的三四十歲都... 都... 有人申請的 基本上這個其實就... 相對你去... 移民... 加拿大其實這個就是... 這個途徑是... 相對比較容易一些 因為你技術移民其實是有計分制的 以及申請人比較多 都不是一定是你... 一定申請有一批的 但是這個讀書基本上 用香港人的名義呢 去那裏讀書讀兩年 大專的文憑或者四年學士學位 其實都可以... 當然啦 你要找到學校收你 那這個就不是說一般學校那麼容易收到啦 所以... 要通過一些教育顧問幫你去解 幫你去找 那麼... 有沒有出生地的限制? 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基本上就... 他唯一就說你是香港人 擁有特區護照或者是BNO就可以了 那麼... 其實這兩個護照其實已經限制了你的出生地方 如果你不是香港出生 你基本上你是拿不到特區護照 那麼... 市價限制其實有沒有呢? 其實是有的 那麼... 所有計劃是... 他的申請呢是去到2026年 就要截止了 8月截止的 就是說你... 你現在... 你讀書... 以讀書來計呢 就是說2024年就... 一定要入學 就是兩年制的文憑課程 一定要入學的啦 那麼... 如果你是work permit這樣計呢 你申請你... 譬如是三年之內... 如果一年的經驗基準 你可能23年24年都要申請啦 就是... 我覺得如果一些子女或者年輕人想過去家裡 就盡快一點啦 因為雖然他們說明是26年的8月 但是... 我覺得就是... 早點走 可以走的 早點走的 因為年輕人其實就沒什麼負擔的 份工其實... 在... 在香港... 找的工 其實就跟加拿大找的工 的收入基本上... 不... 不說差很遠啦 而是... 講的是你香港... 年輕人二十幾歲出來大學畢業 做了兩三年可能有... 兩萬多元... 可能有三萬啦 那麼... 去到那裡... 去找那些... 四五千... 即是... 四五千... 家園一個月的工其實就不是太困難的 那麼... 相信... 年輕人就沒有什麼包袱了 當然... 你說中年人或者... 四五十歲的已經可能是... 收入比較高一點的... 去到那裡等於很多BNO的人... 去英國... 他收入... 是... 跌了很多... 那麼... 他那個有個心理的負擔... 就不同啦... 年輕人基本上沒有心理負擔的啦... 那麼... 讀書... 譬如... 以讀書途徑在那邊... 可不可以工作其實就可以的... 因為他讀書途徑呢... 譬如... 你... 未有... 啊... 其實每個星期都可以做二十個小時... 即是... 大約是... 半份... 半份工啦... 即基本上二十個小時都是兩日至三日... 的... 全日... 或者是... 每日... 半日啦... 而且在整個月那裡... 其實可以全日的... 即是全日可以做的...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 讀書... 啊... 啊... 但是錢又不多... 基本上都可以通過... 做part time 是... 是... 賺回一點點... 你的... 啊... 生活費的... 那... 如果... 通過這個救生艇計劃... 啊... 拿了永久居留... 那... 其實就... 根據那個... 其實可以申請... 啊... 親屬過去的... 不過當然它是... 有些財務要求啦... 那... 可能你五、六年之後... 去加拿就五、六年之後... 或者是你... 拿了永久居留之後... 啊... 三至五年... 拿了入籍之後... 其實都先是... 符合...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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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liеля也一定是... 也許... 啊... 是... 相對... Это... 你看... 如果是... 那...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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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人次... 老... 應該是... 啊... 啊... 呃... 啊... 其實他要求你申請親屬過去批准之後 其實要你回到加拿大居住 不是說我是加拿大公民 我申請父母過去加拿大 但我自己在香港打工 這樣是不行的 一定要回到加拿大 就是一家人和一個家庭過去 還有一些是財務的責任 他的要求是視乎你家庭人 譬如你子女一個人是否結婚 加上你兩個人就是三個人 三個人基本上他的要求就是 2020年你要有差不多4萬元的收入 2019年100年差不多要5萬元 原因就是2020年受益性影響 他就能打折 基本上就是要達到這個要求 這三年的要求你才合乎資格去申請一個意向 申請一個意向不是說你一定申請的 因為他申請人太多了 基本上是非正式統計有幾十萬個申請意向的 那他每年都是抽大約是類似是抽獎那樣的 Lottery的 抽了兩萬至三萬 那抽足了 那你就半年時間去申請 符合要求了 你才達到要求了 那你就要做一系列的文件等等的 那剛才說了 要侵兩年時間 你父母才可以移民過去的 所以為什麼說剛才你要拿到永久居留之後 要三次五年呢 因為你要儲三年的收入紀錄呢 那你就說你其實要找到全時間之後 其實才可以合乎申請的資格的 那現在的情況就是 在2021年9月呢 那他就是在2020年之前 就是申請意向的 但是未抽中的擔保人裡面 就是隨機收入 是邀請了三萬個 那就是可以是六十天 大家正式的申請 那因為申請人太多了 他在2021年已經是不接受新的申請意向 就是說都是只有2020年或以前申請的 已經累積太多了 那基本上新的政策就是說 以前就是你要擔保你的父母 來了之後十年在加拿大的生活 就是說可能不可以申請一些援助等等 現在其實已經延長到20年了 那如果期間你父母是產生一些費用 比如生活費用呢 其實他有權是追回你的 那因為實在剛才說了 正式統計其實都有超過二三十萬人 遞交了申請意向的 那所以加拿大正為了回應一些人要求 那就說是可不可以先去加拿大 一邊等抽中呢 那他就是提出一個叫做超級簽證的計劃 其實這個超級簽證的計劃就是發給一些 是加拿大的公民或領域公民的父母 那方便他是來加拿大是和家人團聚的 那可能有些人過了去結婚 有生了兒子小到哥 那可能就希望父母過來抽孫 那如果你靠一個正式移民可能就是 很幸運的可能兩三年被你抽中 不幸運的可能十年都抽不中 那所以他有一個超級簽證的話 就是容許你有一個十年的簽證 那這個Visa可以多次進入加拿大探親 那這個Visa是每一次最多是停留兩年而已 那兩年之後你就要出去再回去 那是可以無限次的 十年之後可以無限次的 那至於十年之後可不可以重新申請呢 那因為這個計劃剛剛推出來沒多久了 那也未達到說有人超過十年了 那到時再算了 那這個申請時間大概是六個月了 那我看過如果在香港申請就要 就要五六個月的 如果是英國申請 譬如有些人就說我不想留在香港了 那又未去到加拿大 那可不可以用BLO去英國先呢 那都行的 那在英國申請我看到都是四至五個月的 是比香港短大約一個月左右 那其實就有些要求的 那其實就有些要求的 那申請人就是你自己本身啦 那贊助人就是你子女啦 那他的要求是有些要求的 那當然啦 那你申請人是必須是加拿大公民 或者是永久居民的父母 或者是祖父母啦 那申請人要提供你的小朋友 有子女的書面證明啦 就是 另外就說是 一定要在加拿大以外地區 申請這個Super Visa 不可以說去加拿大才申請的 那另外就說是 要購買一年有效期的 至少十萬家園的保險 一個是醫療保險 那我一會兒再說 那醫療保險是費用多少 那要驗薪啦 要申請糧民證啦 還有你的子女作為贊助人呢 是你要有足夠的經濟能力 擔保申請人的生活費用 那這裡是否跟 申請父母移民的三年收入 差不多呢 我覺得應該是差不多的 那主要是說 譬如子女有些儲蓄可不可以 那如果我有機會 我可以跟大家再詳細去搜集資料 那要求是否跟父母移民的財務要求 是差不多 那保險呢 我就看過其實都很多加拿大 它一定是要加拿大保險公司 發出來的醫療保險才能承認的 那可能大家都看到Manuelive 那我就在網上見到 見到一家巴黎的保險公司 那它其實大概一年的醫療保險呢 就視乎情況 同樣是一千多加址到四千多加址 都有的 那我們看看這個呢 譬如十萬保額呢 其實超級簽證的保險費呢 其實它包包一些穩定慢性病的 那如果不包會便宜些 但就因為作為一個退休人士呢 不多不少都有一些穩定的慢性病 例如高血壓 膽固醇 核膏等等這些呢 又不是急病 但是都是有這些可能會癌症一些病的 那這些是慢性的 那基本上就 就估計都是賣這種醫療保險的 那就視乎你那個賤底費 由零賤底費到三千電費費都好 那譬如是退休年年紀錄 一至六四歲呢 那零賤底費大概一千八百加元 三千元賤底費就是一千二百多 那基本上 因為它就要求你賣第一年而已 我覺得就是零賤底費到三千多元 其實相差就是六百元 六百元加至五千元港幣 其實都沒有所謂的 那如果你自己覺得健康一點 不是經常看病 那賤底費比較高一點的 還有它是買第一年而已 第二年需要不需要買呢 它是沒有說的 我估計不一定要買的 因為好像這些保險 其實很多保險公司 其實都可以逐個月買 或者逐個年買 甚至我聽過可以逐天買都可以 那譬如是你第一年買了 第二年你可能不是經常在加拿大住的 那可能是加拿大住半年 或者是香港住半年 或者譬如英國住半年 加拿大三四個月 然後回來香港逛逛 或者其他地方去玩一下 那就可以因應個別的情況 譬如你如果去到英國 那你有NHS 那基本上你不需要買醫療保險 那譬如是你去玩的 它可以買旅遊保險 其實都包了部分的醫療的費用 那去加拿大的 那你就可以買一些 保障比較全面一點的 醫療保險 那所以就不需要買一年了 那所以第一年呢 基本上那個費用 其實就大概一萬多元港幣 其實我覺得都不算太貴了 那剛才說了 那來加拿大生活和英國生活 是有幾大分別呢 那我在第九集都嘗試比較過 英國和加拿大的生活水平 包括生活質素 醫療福利 房價等等 那如果有興趣可以看回 有上角的連結可以看回這個短片 那我就抽回那個 那個短片裏面有幾個slides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其實是那個 那個生活質素方面呢 其實就是 2021年呢 加拿大是排第20的 有差不多160分 英國是159分 排21的 那我看回 我看過2022年的 那其實它兩個國家都是 退了三位的 那就是 反而就是 英國排第22 加拿大排第23 但是它分數增加了 那基本上就是 但是都是差一分而已 一分鬆一點而已 所以說 加拿大和英國的生活 其實那個質素是差不多 那看回2021年的資料 它其實就是大家那個 購買力其實差不多的 安全呢 就加拿大安全一點點 Healthcare方面呢 其實就是 英國是好一點的 生活水平當然是 英國是貴一點的 房價 英國也是貴一點的 但是我看回2021年的 其實 加拿大過去一年的房價 都升得很快 所以加拿大政府都已經是 禁止了非加拿大的 永久居民或者是公民 在加拿大買樓 希望壓制那個升幅 所以我不說 其實就是 加拿大和英國的房價 其實現在都很接近的了 當然不可以用倫敦那個 例子比較 因為倫敦基本上是很貴 是很貴 但是當然英國是差一點的 因為它都是工業比較 化比較高一點的國家 那 那 氣氛呢 就差很遠了 英國是很高分 88點幾分 其實它就 因為它有南有北 其實你英國南部南部 你冬天都其實都不會落雪的 那 那 加拿大呢 大部分地區冬天一定會落雪的了 那 Toronto的 冬天的零下 三四十多 都有 天氣比較好一點的 BC省 Vancouver 其實冬天都有機會落雪的 那 那 其實整個加拿大都是跟英格蘭 英國的英格蘭的北面差不多 天氣了 就 大約沒有 英國的南部 那些是冬天都不會落雪 十多度 可能只有十多度 夏天二十多度 那些氣溫 所以說就是大家要比較一下 就算是加拿大 其實都很多城市選擇的 至於是加拿大和英國幾個城市的比較 那是2021年的 我相信就應該差別不大 那最高分都是溫哥華 它是175分 第二就是Toronto其實跟它 英國的Manchester是差5分左右 大概是150至145至150 那最低其實就是倫敦 一百二十多 一百二十五上一點 倫敦主要是它的污染 房價生活費比較高 所以它的生活指數的分數比較低 原因就是它的房價真的很高 同一個房間的尺寸的話 在倫敦的租金是比Manchester 差不多是貴一倍的 貴一倍的 或者是貴五、六成的起碼 當然啦 倫敦和Toronto的租金其實都貴過Manchester 好像我女兒這次去Toronto 那它是 是預訂了一個Airbnb 大概是 一房一廳 和男朋友一起住 都要是 兩萬五加元的 兩萬五加元但是萬五港幣 其實它可能就是一房一廳 是三百多尺 那如果它說一般你長約的 大概是兩千至兩千二加元 那基本上是萬三四到 那如果其實你一房一廳 在倫敦的租金其實都 一萬五六的了 最大的地區 那如果是Manchester 其實可能是一萬元以下 是八千元一萬元以下 所以其實它的房費是 是加拿大普遍來講 相對英國除了倫敦之外 它當然是貴一些的 當然啦 經過這個計劃 去加拿大 通過子女移居加拿大 是一個長期的計劃 就是剛才說的 好運的 你五至六年 申請到 抽中 申請到 不好運的可能十年八年 你都抽不中的 所以現在作為一個是Plan B 比如是 如果是 真的香港 真的留不到 這樣 不想 不想留 那就去英國先 在英國就慢慢等 子女 達到要求 然後再申請你 嗯 現在抽中的 那就過去了 十年八年 應該我覺得 應該就問題不大 當然 首要條件就是 你的子女肯 申請 做這個動作先 所以說就是 我希望這個 分享給大家一些資料 如果是遇到 好像我這樣的情況 子女又不想去 英國 可以叫他嘗試去申請 去加拿大 基本上其實 由申請到 去可能就是 一至兩個月 就可以了 其實就很簡單 就算是他不清楚 其實網上很多的教學 譬如是怎樣申請 去到哪裏找工作等等 其實就是 因為加拿大就是 工作方面 那個機會是比英國高的 還有他加拿大 是一個移民國家 相對那個歧視不太多 種族 種族 融合一點的 給英國 我就覺得 如果他真的 不想去英國 你又不想他留在香港 的話可以 鼓勵他去加拿大 申請去加拿大 好了 今次的分享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 拜拜